市長台灣民意基金會 最新調查市長還是一樣在第三 但柯文哲變第二 那昨天拜會完國公之後 市長覺得現在球賽打到第幾局 熱身完了嗎 覺得球賽剛開始而已 那我們自己有自己的步調跟節奏吧 比賽剛開始 就說要放棄 那不是結束了嗎 我還在衝刺你的力當中 我們一定會贏 大家放心好了 市長昨天有提到核二核三演義 那這部分的話 行政院長副院長鄭文燦就說 現在這個說法是矛盾 核衛料的處理 是中央前者嘛 那新北市 在核安的把關上 當然要盡心盡力啊 那這當中 我們也幾次跟行政院管理過 行政院要出來說明說 核廢料不能永久儲存在 人口稠密的地方嘛 這很簡單也不需要出來說明 把責任歸屬給地方 這哪對呢 中央前責中央要負責嘛 那今天傳出師團 有分裂 有分市府派跟進半派 那在這個選戰路線 有人要拉中間選票 有人說要靠深藍 是意見比較不分歧的 那市長要怎麼解決 每一個人 都是最重要 每一張選票 我們都要努力爭取 今天郭台銘又PO這個能源的議題啊 會覺得他在你QA完隔一天 你這樣是給建議還是刻意來較勁 能源問題就是國安問題 這個問題 民進黨 揮核家園做不到 就是現在全民的共識 全民面對的是民生產業的缺點 這不用誰問誰說 大家都知道民進黨開一張科學指標 騙了選票 到了最後沒有辦法兌現 不要說哪一個人 我看所有的全國民眾都很知道 騙天是一個屬性 市長說你聽到四個國政方針 但被科辦說抄襲 然後另外一個衛藥事件 柯文哲說全台檢測 根本是違反醫學常識 拜託啊 什麼幾個堅持哪幾個堅持 誰抄誰的 這都是很多年前 大家都有個過往的經驗 兩岸和平穩定 那這是抄襲喔 兩岸和平穩定不是普世價值嗎 那這樣一代的獨立 沒有誰抄誰誰的 市長說全台檢測是違反醫學常識 柯文哲 市長你也不要配合民進黨 在這個地方山峰點火 我們要的就是一個很清楚的真相 這樣做 那個科學檢驗 只要出來真相就清楚了 柯文哲最近就說你的五大弊案 搞半天沒完成 還說你清北威藥案之前的發言 像煙火很漂亮 一吹就散不是事實 會覺得他最近泡火有點像 台灣台北市那個所謂五大案 我們每一案都有交代 我想那個也是這樣 也許他時間拉比較久 但是每一案都有交代 至於說發言是這樣 我是比較直率 該怎麼 我們回答還是按照科學 像那個補 一開始要做那什麼 巴比特的補塞 補塞 我就不贊成 因為做檢查一定 我們在醫學上叫indication 跟contact indication 就適應症跟經濟症 你要做檢查一定要說 什麼樣的人才要做檢查 什麼樣的人不必做檢查 這一定要很清楚 哪有那個時候歡迎全台灣來 你只要認為你該做就要做 那個根本就違反醫學的嘗試 你跟侯市長昨天的一個台大演講 提到一些國防論述還有國政論述 你會覺得跟你之前的一些說法都蠻像的嗎 就修改了一些字而已 如果大家要抄就表示我們的方向是對 歡迎大家抄襲 可以說一下昨天侯友宜提出的四個堅持 他有特別提到一個叫兩岸和平穩定 那他還想說蔡英文不敢講這個 是不是會在蔡英文組件之下 真的沒有辦法保證 他應該不會有戰爭 我想侯友宜他有關於兩岸的論述 事實上也確實越來越清晰 其實兩岸和平就是我們所追求的 也就是他在跟年輕人的演講裡面 他要求的他希望的也是年輕人能夠加入職場 而不是年輕人上戰場 我覺得這句話已經充分的說明 作為一個未來的總統 作為未來的領導人 他最重要的事情是給我們青年一個 他能夠充分的就業的環境 一個安定的生活 而不是一個未來可能的戰場在等著他 你怎麼幫同事長昨天的這個表現 就是他在那個 我想他在台大的演講 他這次做的功課真的是比較充足 因為他也請陳以信當他的主持人 那麼他也請陳以信 因為他過去也是這個辯論的這個健將 所以我想他的準備比較充足 所以對學生的提問有問必答 而且呢也沒有說是實問虛答 所以我覺得他昨天的表現 我想應該比他過去真的好非常多了 其實很多人在等待侯友宜的他相關的核能政策 他過去講到核能會是選項 那當然我知道很多的永和人士一直在問他 所謂核能式選項到底你的具體的政策是什麼 所以他昨天可以算是他端出他比較具體的相關的核能式選項 也就是核二核三場應該研議 那我覺得這個部分是比較具體 而且呢事實上這也跟這個民進黨自己 新季節基金會副董事長提出 說要不要重啟核一跟核二 事實上是不謀而合 那這如果對照民進黨現在還死抱著他的反核神主牌 或者是蔡英文死抱著他的2025的一個非核一 和家園這樣子的一個對比 事實上侯友宜他的能源政策是比較靈活 比較彈性 而且比較能夠確保未來台電 對未來台灣不會出現一個缺電的危機 如果看相關的評論 我覺得表現不錯齁 你要打分嗎至少是80分 至少跟這個學生都是有直接面對問題來回答 侯市長是一個比較 做事比較小心謹慎的人 那就是因為一路是從基層歷練上來 那我想這個慢慢的這個要習慣這種政治性的這種 在這種大選裡頭這種政治性的這個語言 或是政治性的這個表現齁 會漸入加進 那昨天因為就是有學生也直接但到處 問他明票如果有距離老三 願不願意放棄給郭台銘董事長 然後他回應是說他打死了 那這個選舉就我們朱立倫主席所說齁 選舉才剛剛開始而已 現在應該還只是算是第一局嘛 現在距離選前還有快七個月吧 十三號對 將近七個月 所以選前半年啊三個月啊 大家看即便是兩千年到了選前 最後一天兩顆子彈還有翻盤的這個事情 所以這個我想大家還是穩扎穩打 大家不用心急 那你給以前以現委員昨天的主持 以現委員表現非常優異 就是作為一個主持人 他有把整個學生所提問的這些問題 還有這個大概的綱要 都有整個的整理出來 這個場控也做得很好 我覺得以現委員表現很好 跟侯市長一樣優秀 你是說你要問他是要侯姓佩 不會啦 主持人本來就是要互相帶一點氣氛 這個是很正常的 請問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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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問 а